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美国和英国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摩擦 更加严守中立法 于是停止向中国出售军事物资 中国无法再及时补充在战斗中损失的飞机 到1937年10月底时 中国空军几乎已经弹尽圆绝 最优秀的飞行员牺牲殆尽 残存的飞机仅有12架 没有飞机和飞行员 陈纳德即使想帮助中国空军迎战 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在陈纳德束手无策时 一个意想不到的国家伸出了援手 苏联除了向中国表示道义上的同情 还提供了经济和军事上的志愿 苏联同时支援中国飞机和飞行员 他们被称为苏联志愿航空队 而在中国对外球员 要求各国协助抵抗日本侵略时 苏联也率先提供物资援助 当然苏联也有自己的考量 使达林与蒋介石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暂时被搁置 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 苏联向中国提供了重要的人员和装备 因为苏联也迫切需要一股力量来削弱日本 同时转移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本土的威胁 他们派遣了四个战斗机中队和两个轰炸机中队到中国 其中全是苏联最先进的飞机 还派出了两千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 他们全部穿蝙蝠的 只要飞行的时候穿飞行服 平常都是蝙蝠不跟中国人接触的 中国国民党还是国民党 他还是共产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